为什么他不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原来这句话在布拉图的思想已经出现 布拉图的创造论跟我们的创造论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上帝用已经有的物质 来造了这个有次序的世界 而这个上帝的本身不完美 所以他造的世界也不完美 所以创造宇宙的上帝 不是那一位最高的上帝 换句话说最高的绝对者是不创造的 而被造是被一个次等神所造的 所以次等神才是创造者 而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次等神所造出来的 所以次等神自己不完美 所以他造的世界也不完美 这样就解释这个世界有罪 这个世界有不够的地方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 是因为创造者本身是不完美的 用这样解释好像逻辑上是通了 但是你要问这个不完美的创造者本身 是从那里来的 他说是最高的上帝造的 那逻辑又套上去 最高的上帝如果是最完美的 为什么先造一个不完美的上帝呢 所以还是没办法解决 正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试探我的事 有魔鬼我才会犯罪 那魔鬼犯罪一定有魔鬼的魔鬼了 魔鬼的魔鬼犯罪一定有魔鬼的魔鬼的犯罪 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很多人说 The problem of evil cannot be answered forever and ever 罪的存在 罪恶的难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我否定这件事 因为圣经已经有答案在里面 我们怎么去把它真正体会出来 怎么怎么样真正的了解有机关联中间所隐藏的智慧 我们需要真正求圣灵 拯救我们脱离那有罪的心态 跟对真理的抗拒的那种不顺服的心 好像没有受造者 受教者 谦卑 可莫追求真理的心 才能明白 这个问题拖了几千年 到了两百多年以前 一个德国的人 他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 而这个人是理性世代的大师 当时整个哲学界里面 有三大最大的 理性之父 或者理性之师 一个在荷兰 叫做Bernic Baruch Spinoza 另外一个是在法国 叫做Renny Decau 还有一个在德国 叫做Leibniz 我现在提的这个人就是Leibniz Leibniz这个人说 上帝若是全能的 为什么他造的世界是不全能的 他不接受是不全能的上帝 造了不全能的世界 他不接受不完美的上帝 造了不完美的世界 他说是最完美的 最全能 最全上的上帝 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完美的 所以他进了一步 很正接了当的说 上帝是完美的 上帝是绝对的 上帝是绝对完美的上帝 也是良善的上帝 但是他也承认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那么这样的完美的上帝 跟不完美的世界中间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鸿沟 本质的差异呢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which is perfect and this imperfect created world 正像今天呢 有的人以为他一讲经 他就是真理了 他不过是用他有限的知识 跟相当主观的态度 去解释无限的圣经的意义而已 你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你道礼拜堂是听道 当然你要听道 但你听的是 传道人对道的了解的限制 是解释给你 产波不前的一些知识而已 你听的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道 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说 我讲的就是上帝的道 你说我愿意把上帝的道讲出来 但人听的 无论或受我的局限影响 我的词句影响 受我的知识影响 受我的对圣经的真理的限制影响 所以你听到的道 是我对圣经的解释 不等于你听见圣经自己上帝的话 所以没有一个宗派可以认为 自己就等于圣经 就等于上帝的话语 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 他的信息就是圣经的话语 那你说怎么办 你只能说 我们尽可能照着圣经的原意讲得清楚 我们尽可能越接近圣经的原意 为什么越接近不要之间呢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神的道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这样的 我们说归正神学是最靠近圣经原意的神学 你知道我知道了 归正神学既然靠近还有距离吗 我不要这个距离 我直接到圣经 那你不必听到 你每天在家里读圣经算了 结果你读的圣经是中文的 你就受了翻译圣经的人 中文跟原文之间的距离所限制 所以你还不等于是明白正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